好 那再来 酒坐还会怎么样影响运动员 它会影响运动员的剃肚层 因为我们刚才记得前面我们讲到说 酒坐会影响到你的身体代谢 对不对 它会造成的血压改变 它会造成你的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受体敏感性下降 所以酒坐的行为跟走萤幕时间 它会造成什么 你的躯干脂肪量增加 你的净脂肪体重会减少 比如说你的油会增加 肉会减少 我讲的很简单就是这样 然后走萤幕时间也跟你的总脂肪量相关 然后 萤幕使用时间跟脂肪量的增加量也是相关 所以其实这些都告诉了 你坐在那边使用手机 使用电脑看电视 你的身体就是会越来越胖 你的肌肉就是会越来越少 这会抵消掉你平常运动训练所造成的成果 所以运动员会存在这件事情 尤其是有体重量级的运动员 你就可以提醒他说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要避免久过这样的行为 回去不要一直窝在那边看手机 看Netflix好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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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